這個人在各自運興天共沾 提出50塊的人家要加達 有可能用的人家有問題 造成各自機的光臨無精神 無法順利完成 他還怕去學部台 要人維修 就是這段圍面 讓京方國的確定 用基金的陷害是誰人 第一 各自出現的 這個人站沒什麼 順利抓到人 嫌犯拿著大量的瑕疵50元幣 鎖定了各大咸運站的加持機 能換多少就是多少 實際上拿一瓶上流通的50元人家來市 有的比較久 已經有半算的人家 真的沒辦法過10幾十元 總是如有夾 先出的嚴閒 他跟京方共沖 因為工作的關係 有機會去中古 跟主管會收的夾借 一旦想介紹 收夠50元人家 不知道說裡面有多少錢 剛才他拿有問題的人家 去進行玩 一列就要落7塊的鑑定家 他覺得很貴旗 又要落錢 貴旗 全用加10幾 新家大家還行親退回 去年3月9日 在捷運加持最佔 加持機前 南查到蔡姓涉嫌人 最代表駐地 來離境案件 令查蔡姓涉嫌人 弟弟也以類似相同說法 在捷運站加持後退費 總計蔡姓兩兄弟 金手的瑕疵幣 總共有5148美 來看這5千塊的 有問題的人家 有的看起來 好像有今過的水 會損得很嚴重 經激了解 中古上有的主管會收 這就是委會員第一 拿到 不過這樣也不知道了 經方粗部調查 四川的陷阱 有3974的 50元人家 他的收地有1174粒 兩人緊手的人家 價達總共 25萬7千4百塊 經過半年 檢出有33粒 維造費費 最僅確實 經方在今年四月 依照 社群憲法 得中早期 行事維造費費費 罪嚴法辦 得中早期罪 上官可以出三檔以下 有其途行 謝謝新聞 台北報導